人活在世间 其实就是两件事 佛法里面常讲的福德和智慧 跟前面所说的 这向好庄严和人的一生遭遇大致相同 不过福德和智慧分类更全面 一个人有福报 做什么事情他都顺利 一个人有智慧 不管遇到什么 他不会烦恼 所以很多人说学佛学什么呢 学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不断地给自己 那信用卡里面要充值 我们才有的花 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不断地修福 人都想有福报啊 那福报哪里来的呢 自己修出来的 一定是自己先付出 而后才会有相应的福报 所以懂得付出的人 是有福报的人 现在正在享受福报的人呢 是消费福报的人 只懂得享受消费 福报会越来越小 道理很简单啊 你这个水箱的水只知道放 不知道往里面加 它会见底的 不断往里加水的人 我们就说 他库存量越来越大 那是有福报的人 所以 头一件事 要修福 修福 就是学着欢喜付出 这个事情最好 家里有儿女 从小就教儿女 学着付出 不用怕儿女会吃亏 欢喜付出的孩子 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 现在很多家长 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 孩子的分数啊 孩子念什么学校啊 孩子学历有多高啊 这个固然重要 但是 孩子的福报 却更重要 有福报的人 他会懂得机遇 他会抓住机遇 他会利用机遇 创造财富 没有福报的人 不懂机遇 错过机遇 浪费机遇 那一般人就会说 这个人错过了机会 这个人不懂得机会 这个人又 又又 又错失了一次良机 其实 那是福报不够 福报足够 你错过了 下一站 他还等着你 甚至于你错过了 他说你想走 没那么便宜 我跟着你 机会会盯着他 一般人就想不通了 真是不公平 我找都找不到 那机会跟着他 那是他的福报 福报怎么来的呢 大的福报 过去生中修来的 所以民间说 一个人呢 小富 小小的富贵 靠秦 大富靠天 天是什么呢 先天的 过去生中修来的 学佛人呢 知道 要多修福报 家里有儿女 教孩子 现在开始 学会付出 学会付出 是方方面面的 家里面 比如说儿女 对长辈 懂得付出 孩子还小啊 孩子还小啊 六七岁 你就可以教他 学着帮爸爸妈妈 拿点东西 做做家务 洗洗碗筷 打扫卫生 这些地方 就可以尝试着 慢慢的 去引导他 让他养成 这样一种习惯 再大一点 再让他做 他能承担的事情 孩子有时候啊 现在过年 有很多零花钱 比如马上过年了 很多家长 过年的时候 担心这孩子 这么多零花钱 怎么用 你要教孩子 怎么理财了 教孩子怎么样 去支配 他这些零花钱 里面一定得有一份 让他存在命里 存哪里啊 不是存在 那个小猪猪啊 那个铺满里面 那些零花钱 存着 拿去做 付出 有意义的事情 你教他这样做 不一定很多 但是养成习惯 里面分个几分 一份买玩具 一份买糖果 一份自己零花 还有一份 让他学着 供养家里面的长辈 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供养三宝 养成习惯 以后每年都这么做 以后这个孩子 他隐形的福报 就会起作用 人在最关键的时候 实际上比的就是福报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一般人所忽略的 有点养成习惯的